南韓演員金賽輪去年5月爆出酒駕召桃 不僅影響自身形象 还连累了当时正在拍摄Netflix韩剧猎犬 不过早前曾传出剧组将删减金赛轮的所有戏份 然而竟然还没去爆料剧中还是能看到金赛轮的身影 根据还没报道 先前前有消息指出 金赛轮因为酒駕争议 所以在猎犬中的戏份将全部遭到占减 但从剧中的故事线 以及金赛轮的主角戏份来看 这是相当困难的 据悉剧组组为了减少作品损失 决定保留金赛轮在剧中的极少片段 此外先前曾传出 作为戒严者的演员郑多恩 将接替原先金赛轮剧中的角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据相关人士透露 他们饰演的不是相同的角色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